网友们你们好 前面我们讲的用那个 WireGuard 被这个小火箭 来实现 访问那个家里局域网 及科学上网的 这么一个 方式 因为WireGuard是 那个UDP协议的 存在说被 运营商那个QS 限制问题 也就是说可能存在那个 丢包限速 因此我们今天介绍 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利用这个Thembox 它其实有一种 那个服务端的模式 然后那个 搭建一个 Shadowsocks的节点 Thembox 它不仅可以作为客户端 去连接服务器 通常我们也就是这样用的 但它其实也可以作为 服务端 让别的客户端连接它 我们可以在家里的 Thembox 搭建一个 先收节点 然后在手上你添加一个 相应的节点 这样就可以通过 这个Shadowsocks 节点的话 访问家里的资源 以及科学上网 嗯 嗯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配置 详细配置我会放到视频下方 其实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 嗯 Method 这里我们填这个 2022 Black3 AES 256 GZM Password 这里注意说是要那个 用 命令 行来生成 2022 Black3 AES 256 GZM 的密钥长度是32位 嗯 这里就需要用 Thembox Generate run Base64 密钥长度 也就是32 比如说这样 这里我以 MarkOS上的Thembox 推理例子 嗯 其他客户端呢 其实也是一样 修改下Thembox 配置即可 我们这打开 配置 找到这个 Inbounce 入站 这里 添加那个Shadowsocks 配置 然后保存 重启 入游器里把14379端口印射到公网里 手机上填相应的Shadowsocks配置地址填公网IP或者DDS域名 新建一个规则让本地局域往192.168.0024的网段走这个Shadowsocks节点 然后跳过代理以及Toon旁路由要去的192.168.0016的配置 这些其实在上一期视频 也讲过什么配置 最后看一下效果 打开这个节点 然后通过SH访问家里的树莓派 而是